你还真走啊 什么意思啊 手 你不松小心 你胳膊手脱臼啊 我走怎么了 就算我不删 手机里面的视频 我也可以睡个好觉 你说的呀 那个 方警官 你就别拿我开心了 好吗 还是想请求我 把手机里面的视频删了 对吧 行 行吧 我能知道为什么了吗 我吧 这平时不喝酒 沾酒就多 你说这喝完酒 做出这些事 太丢人 太荒唐了 这是个污点哪 你说这视频要是 搁在您那儿 我就心里不踏实 我们医生 就经常上手术台做手术 这总想着这个事 那万一出了岔子 那不会就麻烦了吗 对吧 拜托了 拜托了 听你这么说也算是合理 我就是好面子 这 这个 要是不把这个视频删了 我 我非得得了这个焦虑症不可 其实主要呢 还是为了工作 我根本没把这东西当回事 你这么跟我说话 跟我谈条件 换成是你 你觉得舒服吗 这可不是嘛 换成谁都不舒服呀 这个事啊 是主要是怪我 想得不周到 其实我也想像您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把别人的隐私 随便去宣传 对不对 行 我答应你 行行行行 刚刚还有电呢 没电了 不能了 真没电了 你放心吧 出发电了 我马上给你删掉 方警官 那这可是君子协定啊 真的是拜托你了 好 请问黄医生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还有一个小请求 还有什么请求 就是 能不能你替我保密 你说你看我 我这 是个人民医生 这个事情太丢人了 我平时还得维护自己形象 不是吗 这是违背我们原则的 但我可以为你破例子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我答应你呢 不是为了别的 是为了你今天早上 救人的行为 就是为了这个 我愿意为你保留点隐私 尤其在你们医院 太感谢了啊 黄医生 我劝你一句啊 你喝不了酒你就不要喝酒 有什么烦心事呢 找好朋友聊聊 也别闷着 喝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再见 再见 你喝酒 那女的是谁啊 你认识啊 我不认识啊 那你给我发那些照片 什么意思呢 黄自立跟一个女人在医院 不清不楚 我只是好意告诉你 你说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她们俩不清不楚啊 你也看见了 一个女人到医院问黄自立要手机 这正常吗 要手机又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小贾告诉我的 她说这个女人来医院找黄自立 说她的手机掉黄自立那儿了 明白了吗 你还好吧 你在哪儿呢 我在院里呢 你还好吧 我挺好的 你看钟晴这个孩子 明知自己要生的 还要去参加手术 多危险啊 是 是 不过 昨天她要是不去的话 那病人可就真危险了 还好 那杨树一夫 就立即转到产科了 母子平安 您放心吧 另外 那孩子的事我也知道了 是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就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吧 千万别断牛角尖 不会 不会的 我知道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 会影响你在医院的声誉 对你的刺激很大 也没有吧 钟晴这孩子太任性了 一直瞒着我到今天我才知道 不管丢了你的人 怕我的人也丢尽了 爸 这事不怪钟晴 是我做得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的是我 是钟晴 爸 你别这么说 你看这些年你对我这么好 在我心里 你跟我爹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心里够不瘦 不过 你说这也不是什么 天塌下来的大事 只要你们两个感情 我想一切都会过去的 这件事情 我事先是知道的 是我心甘情愿的 只是 临时出了这个岔子 胜痛得有点狼狈 我现在再去医院的路上 到了医院咱们再 好好商量一下下部怎么办 好嘞 爸 钟晴现在有些焦虑 都想到要和你离婚了 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你再找他好好谈谈 我有可能 我准备把他们两个接回来 你那也做点准备 好嘞 好嘞 爸 好 那一会儿见 我 黄医生 拉松 10 � 居 骂 3 4 4 4 6 6 刚才我给咱爸打电话了 他说一会儿来看你 他说让咱们收拾收拾 一会儿就出院回家 还是我爸留好 自立 我想问你为了事 你说 你昨天晚上没回来去哪儿呢 我没去哪儿 那没去哪儿是去哪儿的呢 你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说实话 从昨天到今天我 脑子里挺乱的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别人看我的眼光 那就别面对了呗 我想问一下你 你当时跟我结婚 是因为喜欢我呢 还是为了帮我 或者两者都有 你干吗这么讲话呀 我怎么讲话了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讲话呢 我肯定是喜欢你才娶的你啊 我都说多少回了 其实我已经想明白了 就是所有人都觉得 我钟情特别好 特别完美 然后不知道 我怀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呢 你是爱我的 但当这件事情不是秘密了 哪怕只有一个人知道 你就受不了了 你 费什么呀 因为你要面子呀 对吧 我也是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 真是太愚蠢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爱你是真的 我现在难受也是真的 那你就别难受了 你不就是想离婚吗 行 我同意 你终于同意了 你这两天对我这么冷淡 你不就是想让我先说吗 你今天都提两回了 我满足你的要求行吗 黄自立 黄自立 你知道我们俩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脑子里面每天想的就是 家庭啊 未来 跟你以后会怎么样 你呢 你就想一件事 就是你的面子 现在好多事情说到这个面子 全部都捋顺了 你不是老说吗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娶我 因为我爸 我爸多厉害啊 我们科医的院长 全国知名的教授 你跟我在一起 你马上提高了 对不对 你们全家都为你骄傲 你是不是这么想跟你说实话 你就这么看我 我不是这么看你 我是今天才明白 你就是这种人 那你在说什么你明白吗 你就是凤凰男 你知道什么叫凤凰男吗 钟晴 爸 你太过分了 我给自立道歉 我不道歉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啊 您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吗 黄自立做了多年 给您安歉马后 他都是有务力的 钟晴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受的高等教育都哪儿去了 就像个扑鼠 爸 您知道什么情况吗 他想完美用人了 子黎 咱们回这儿 说 你这说什么 我说两次 你昨天晚上要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你又本来当着我爸的面书 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 子黎 告诉我 你说呀 说 爸 爸 我说 是 放眼 放眼 您都小点声了 还说睡觉呢 你看这孩子 公公一天还替别人上个夜班 真是 那还没多怪你 你让他去户籍不就没这事了吗 怎么能怪我呀 我也定不了他能干什么 那不是组织定吗 小廖是你徒弟 他能不征求你意思 当个治安 一百个不乐意了 这要真当了护记警 咱俩没好日子过了 当初就不该让他考警院 和魏超好好的上一个大学 多好啊 你以为我不想让他学习文学 考过博士什么的 他也得听你的呀 这孩子 越管越难管 行了 好像有一阵没听他提到魏超了 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 等他起来你问他呗 要问我什么呀 起来了 赶快喝点水啊 喝点水喝点 爸 你刚刚不是要问我问题吗 喂 你妈说魏超好久没来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能什么情况呀 忙的时候啊 都没有时间见面 魏超这孩子人不错 没什么少爷毛病 关键是 人家从小就对你好 你别不当回事啊 别到时候让人抢跑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呀 他能被人抢走 说明这个人就不是我们的 约个时间 把他来家里吃饭吧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那行吧 到时候我见面了 我跟他聊聊 我说 到时候我来就牵着 最近我来看 我跟他玩 我去吧 他说去会儿 再说腿子 你刚 number ever 魏超 他干嘛呀 约你啊 他晚上叫我一起吃饭 你让他回家来吃啊 那别 你还是让他们出去吃 那外边自在 更加不自在 爸 有你这样的吗 直接把我往外推 喂 你爸说得对 你就跟魏超出去吃吧 正好我也不用做饭了 我跟你爸晚上吃面条 好了 吃什么面条 你去买这么多菜 你 你能不能帮我炒俩啊 你菜汤面不是你拿手吗 你除了会做那个糖醋什么待遇 这个厨房又交给你了啊 吃面条 我现在这女人怎么都这样 这有什么情况啊 这 这太烦了 你吃吧 我出去吃 那我也不吃 这人家的饭 但是我们不吃 他还有咨子 我再也不吃 你自己不是这个 你什么阶段 我再来 我再来 你自己在因为 你自己一家的 我这时候 可以看你 好 你老子 我再来 妳 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医生 钟医生 产科那边来电话了 说小孩哭得很厉害 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要不你回去我在这儿听 我相信告诉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黑猫 金刚 你别着急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今天又不用上班 太饿了我 今天本来我想去我爸那 凑口饭吃的 困死了我都 睡到现在才起来 你干吗呀 这么拼 这不是拼 我高兴 我兴奋 干片警就那么兴奋 那如果有一天当刑警 是不是整天不回家 派出所就是我家 那行 从明儿开始 我也住所里去 你来干吗呀 我 我家属啊 随军 懂吗 行 你来也行 不让你住去罗室啊 那也行 只要能天天见到我的妍妍 天天陪你上夜班 我就值了 我吃饭呢 别这么肉麻 行不行啊 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正经的 给你看看这个 我去美国读博士后的 博士后的博士 下来了 真的假的 卫超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卫超 你真太棒了 我 我 那我现在是不是 我 为你表示庆祝 恭喜你 真的恭喜你 不不不 我特别为你开心 你先放心 干吗呀 是 是这样的 我 我要去美国 我不在国内了 你 一点都不难过 我难过什么呀 这大好事呀 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那我走了 你 你咋办呀 我好好做我的警察呀 没准啊 你两年后回来 我就一刑警啊 是 你是肯定行 说不定到时候 都剩你局长了 你别乱说话 我们家的卫超 到时候是一个博士后 我是一个女行警 多配啊 然后呢 然后该干吗干吗 那 妍妍 你答应我 等我回来 咱们就结婚 谁说我嫁人 不是 男博士后娶女刑警 不对 女局长 多牛啊 别瞎说 你啊 你先把你这博士后 拿下来再说啊 人家舍不得你吗 那你就别去了 行啊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我告诉你 我想好了 读博士后嘛 在国内也一样 为什么要非得国外呢 对不对 我待会儿就跟我妈说 我不去了 你给我下套是吧 套话呢 我可没说不让你 出国读书啊 其实我也不太想去 两年呢 离开那两年 我一回来 说不定跟别人跑了 谁谁谁 谁跟别人跑了 你才跟别人跑呢 要不这样 咱俩一起去 别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 我刚当上警察啊 也是 那要不这样啊 那个 我去可以 我答应你 但是 咱俩先领个证 领证 那开玩笑的吧 慧张 领证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这么草率呢 不是 我怎么草率了啊 我们从小玩到一块儿 两小 无猜 轻微竹马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十几年领不扰证 两回事 两回事 不是 我知道你喜欢我 而且你一直照顾我 很了解我 懂我 但是你突然跟我提结婚这事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刚毕业 你知道我想法的 我特别想做一个警察 我这才刚工作呢 我还想做出一些成绩来呢 你这么着急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好吧 但是博生路这事 你必须得去啊 不去我看不起你 早知道我不告诉你了 什么 没有 没有啊 你不去我现在扎死你 你去不去 去去去 我还不敢扎你了 去去去去 去 你是人民警察 注意素质 素质 但是吃我还是要吃的 我不餵你了 我不餵你了 给我吃 去啊 我看 出来了吗 出来了 怎么样 手术 手术还比较成功 什么叫比较 咱都是医生 我就直说了 手术虽然成功 保住了爸的命 但是出血面积太大 对大脑损伤比较严重 偏袒是在所难免了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不是 来 钟晴 中老的手术比较成功 没事你就回去吧 你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这儿有黄老师在呢 知道我在这儿待会儿 你在这儿有无济于事 走吧 都是我不害 要不是白天我那么冲呢 我爸就不会这样了 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 爸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听着 不管你现在怎么想我 咱爸都是我的恩师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会在 明天就出院了 你就先别回家了 我联系了月子中心 先去那儿待一阵 那儿 行吗 我们俩这段时间呢 你都各自冷静冷静 如果你真是不想跟我过了 我绝不会缠着你的 不过你放心 在离婚之前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把该做的一切都做好 放心 回去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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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慢点 坐前面 你坐好了啊 真真哪 得可以到你们了 走 真是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手术过程很顺利 只是说 这有一部分淤血 还是没有抽出来 这个要靠中老后期自体吸收了 将来可能 语言 还有左半躯干 会受到压迫 这是不是能醒过呀 不出现外的话 今天晚上也快会醒过呢 来 来 进来 小白 你这院子里这么多旧箱子 是留着卖的吧 都是好东西 来 这边 慢点上 来 那这菜得给您放桌上 放这儿吧 放这儿吧 妞妞 奶奶回来喽 我也要看看妞妞 妞妞 小妞妞 小妞妞 跑了跑了 奶奶 你这屋子里太暗了 奶奶奶 您这是什么东西啊 都搜了 我帮您扔了啊 不用 我自己呢 太闷了屋子里了 奶奶 拿到窗户给你偷偷气啊 谢谢 那个孙悦 有垃圾袋吗 给我拿一个过来 好 找个垃圾 奶奶 你坐着 我帮你收拾啊 不 不用 我自己来 自己来啊 自己来 这都发霉了 都搜了 没法吃了 我给你倒了 这是去年的了 你给我别吃了 我昨天还吃累的 昨天还吃了 过期的食物千万不能吃 这样对身体不好 这都没了干吗留着呀 我自己弄 不用不用 你坐在那儿休息 我帮你收拾 我现在要就更不能用了 这个 这个我自己弄 还有呢 里边还有东西 有也不能用 去 这个盒子 别别别 那个留个念想 实在大用 大用 你不用 这个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好 这些也扔了吧 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自己 来 来 行 那你不歇会 厨房给你打扫好了 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 好 行 走吧 走 谢谢 谢谢 姑娘 怎么称呼 奶奶 我叫方言 方言 好 好 好 你记着了啊 客厅呢多通风风 一会儿别忘了把窗户关上 行 来 再见 走了 谢谢啊 妞妞呢 怕天生日 自己玩上 再见 哎 真是个好姑娘 姐夫太瘦了 当她把这些垃圾扔了 真不容易 奶奶平时就一个人住嘛 她们有儿女吗 有个儿子 但她自己有房子 不和老奶奶一起住 我看她腿脚也不灵活 她儿子不管她呢吗 她们母子矛盾很大 经常吵架 跟奶奶吵架 那她儿子太不像话了 这事咱们得管吧 这个事情咱们还真管不了 为什么呢 上一次 她们因为房子的事情 大吵一架 我们倒是出警调停了一下 没什么用 上车 老人家一个人住在这儿 挺可怜的 天天跟一只猫一块吧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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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今儿咱们医院那个朋友圈 看了没有啊 你那事可被刷屏了啊 他们爱咱们低所谓吧 反正我呀 现在已经不所谓了 他们说的事是真的呀 说清楚 那我可再说你两句了 我跟随 小伯 出去啊 我说点事 好嘞 好嘞 马上带上啊 不自立 我真在说你两句了 虽然是人家钟情对不起你在先 但你也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 干劈腿的事 你不找死了吗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谁劈腿的 不 你刚才不都承认了吗 我承认什么 我承认你劈腿呀 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我这天天都丑死了累死了 我有这些心情啊 不过你是真不知道还装糊涂呢 你怎么知道啊 我知道什么 自己看 王八蛋 不是 这是当个我手机这是 不 这说的是不是真的呀 整个屁阵 完完全全的造谣 是哪个王八蛋的下来黑手 你小的事 他这上这女的谁呀 你跟我还不说实话呀 不是 看照片 你俩关系不一般哪 狗屁不一般哪 完全扒杆子打不着的事 不是 你乐什么 你乐什么 不是 张杰 你信我吗 你信不信我 我肯定信哪 这都什么事啊 这都是什么 那个我 我还有他手术啊 我回去看一下 你给我站住 手机给我 给我 别摔啊 给我 别摔啊 你到月子中心了吗 你到月子中心了吗 方便吗 我想马上过来找你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那天你跟我说 你要出去透口气 然后你就去酒吧了 还喝多了 等你醒来的时候 你已经才派出所了 然后那天 那到医院来的那个人 等于就是来审问你的警察 他来找你呢 是因为你们俩的手机拿错了 他来找你还手机来了吗 是啊 就是这样 你从来不喝酒啊 你怎么还去了酒吧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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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意去 我 我就是路过 被一个卖酒的女孩给拉进去的 这个女孩为什么要拉你进去啊 我当时在酒吧门口里边有人唱歌 就是你在大学经常唱的那个 所以你就进去了 所以你就进去了 你还喝多了 你不知道 我刚刚生完孩子随时都需要你吗 我明明要的是一杯没有酒精的饮料 为什么就喝多了呢 你是因为这个帖子才来跟我解释的吧 是 我怕你看了误会 我早就看过了 你早就看过了 当天王俊逸就发给我了 我还在楼上 目睹了你们交换手机的整个过程 那这照片是王俊逸拍的 那那新闻也是他出的了 那那新闻也是他出的了 王俊逸 我问过你两次 我说你那天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 你要是告诉我 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就不会有这些误会 我爸也不会发病了 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觉得值得吗 那天晚上的事 那天晚上 我很惭愧 难以启齿 是我对不住咱爸 你说你这个人吧 平时你都很细心 对我也照顾有加的 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你却逃开了 你就顾着你自己的感受 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 我有想过你来陪陪我 安慰一下我 你有吗 你有吗 是 是 是我当时心里挺乱的 那天晚上的事情 完全是个意外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等一下 你刚才说那个女孩 为什么你要拦着她呢 她手机里有过的视频 我让她删掉 什么视频 她怎么还会拍你的视频呢 她是警察 她拍了我在酒班里喝醉的视频 对了 对了 我现在就可以给派出所打电话 你可以亲自跟她核对情况 不用打了 喂 幸福里派出所吗 我找方言 方警官 她在不在啊 你等一下 我给你转过去啊 不是 加了一个主管机构 不 电话 电话 喂 方警官 给你电话 我给你转过去啊 好 你转过来吧 我跟她说什么呀 你想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好 我问一下 到底是哪位找我啊 你好 我是科医医院的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前两天我们医院 是不是有一位叫黄自立的 因为最久 被带到你们排出所了 那个您是审问她的那个警察吗 她呀 我 就是 能不能你替我保密 你说你看我 我这 是个人民医生 这个事情太丢人了 我平时还得维护自己形象不是吗 这是违背我们原则的 那我可以为你破例一次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请问你刚刚问的那个人是谁呀 请问你刚刚问的那个人是谁呀 黄自立 黄自立 没印象 要不我帮您查查 好的 谢谢 怎么会没有印象呢 怎么会没有印象呢 走吧 小董 去查查资料 行 怪我 是我让她替我保密的 我 我再打回去亲自跟她说 喂 我再找一下方言方警官 对不起啊 方警官刚刚走了 要不然 怎 怎么又突然走了 没事 不用打了 我 我得让她给你解释清楚 你是让那个女警官替你保密吗 是 她答应我了 她既然同意为你保密 那也可以替你撒谎啊 我怎么相信她说的就是真的呢 我说的绝对是真的呀 算了 我现在都不想知道 不是 你这话分明就是不信任我呀 你让我怎么信任你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我也不再解释了 你早晚会明白的 你好好休息 我去找方君一 我去找方君一 钟晴 什么事啊 那我问你 朋友圈里面关于黄自立的消息 是不是你发的 没错啊 是我做的 你觉得你自己这么做又是过分呢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这么做 有什么错 钟晴 你才刚刚生了孩子啊 她黄自立这么对你 我就是不行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这是带添乱 我跟你说 王俊逸 以后你不要帮这种盗忙好吗 再说了 钟晴 现在医院上下都在针对你 我是在帮你 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 喂 喂 你听我 钟晴 你现在的状况让我很心疼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不便问 但我永远是正在你这边的 你永远是我的女神 不管你做了什么 黄自立都不配指责你 怠慢你 要是她有一点对你不好 我是不会放过她的 无论如何 只要你好 我就觉得干什么都值 你让她来 请问方警官在吗 对 方警官出警了 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这个不好说 您是哪位 麻烦你一下啊 如果方警官回来的话 让他务必给我回个电话 我叫黄自立 是科医的医生 他知道的 好 谢谢你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顾客 郝总 好 黄总 你没事吧 王军逸的 王老师 他有台手术 现在应该在手术室 但是他每次都没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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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等李总回来把这给他 好 好 来 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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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因为启波器的价格问题 哪个牌子的 德国爱德里 用安心唯 泛哲棚他们的 质量可以 价格也不贵 才三万多 安心早就没话了 而且问题的关键也不在这儿 病人家属 问我询问起泊器 价格不同的事 我跟他们解释了 各种起泊器的详细功能 什么国产的 进口的 肯定都是不一样啊 不过他们好像还在犹豫 我总不能强迫他们 我手机呢 这儿手机呢 我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 跟我来一趟 去哪儿了 来了你就知道了 黄自立 你怎么拿我手机啊 黄总 行了行了 别走了 说吧 为什么拿我手机 你说呢 我怎么知道 你不光散布污蔑我的谣语 还挑拨我跟钟晴的夫妻关系 黄君丁 我既然不揍你 我就不姓黄 你要干什么 你别胡说八道 谁挑拨你们夫妻关系啊 你挑拨的还少呢 前几天你不是当着 柯里所有人的面 跟我要红鸡蛋吗 那你 打人不打脸 要红鸡蛋是吗 怎么好吧 你 你好 刘奶奶 刘奶奶 哥 宁宁玩呢 好 我来帮你收拾收拾 我出房了 好 宁宁 快看看谁来了 刘奶奶 你这煤气一直没关哪 调我的机器 赶紧给我关上吧 关上了 您以后的注意啊 这太危险了 奶奶 你这样下去真不行 你一个人住的话 会出事的 不碍事 我一个人住挺好的 刘奶奶 您怎么不和儿子一起住 还能照顾你 我儿子他不愿回来住 我呢也不想让他在那儿去 那你让他给你找个小事工啊 也可以帮你收拾一下 洗洗衣服什么的 不用 不用 我自己还能干呢这些 干嘛费那钱呢 那还不如住养老院呢 你儿子这样也放心啊 给你 那也倒是个办法 回头我跟他商量商量 姑娘 放下 放下 奶 这都是垃圾 您用不着了 我帮您扔了 这都是我的宝贝 不能扔 你放下 没事 刘奶奶 放下 这 这 这 你 那 谁让你们给我扔东西了呀 你们走 走吧 走 不是 奶奶 我不是给您扔东西 我们是看您没人照顾 来了就开窗户 就拉窗帘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嫌我这儿脏 嫌我老太婆臭啊 不是 奶奶 你就嫌 我跟你说啊 你们走 赶紧走 走走走走 奶奶 走走走走 我们真没人有意思 我跟你说 我儿子早就想跟我说了 我就没用的啊 我用你吧 赶紧走 奶奶 走 老太太 这是怎么了 垃圾都不让扔 肯定有别的什么事吧 不过这都是小事 没气忘关了就太危险了 是啊 这么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还要找她儿子 走吧 回去找他们管片民警 商量商量 你们俩疯了吗 把医院当成什么地方了 于主任 这个事真不能怪我 是黄自立先动的手 您看看我的脸 看看 看看 惨不惨 惨不惨 还有我这胳膊 都动不了了 还有我这腿呀 可能都骨折了 我都站不住了 于主任 疼哪 小火 你联系一下放射科 得为王俊逸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是 主任 这就不用了 主任 一会儿啊 我还有手术呢 咱们轻伤不能下火线呢 什么手术 病态豆芳节综合症 和阿斯综合症 按个起搏器 手术呢 不大 但是那个病人等不了了 我已经和病人家属 都商量好了 那我先过去啊 等等 你这样还做什么手术啊 这样吧 你去做身体检查 手术交给我 这不合适吧 于主任 有什么不合适的 去吧 于主任 您真好 谢谢您啊 那我走吧 孟老师 我扶您 不用扶 我自己能走 你可真有本事啊 等我把这台手术做完了 我回来收拾你 你可真有本事啊 于主任 你晚上不是还有台大伙吗 您就边连周转了 我来做吧 你 你 你行吗 我没问题 也是我让王军医 上不了手术 这活儿 给我定 你等等 我看看你手 动动手指头 行 你去做吧 手术一定要专心 今天我就饶了你 明天一大早到办公室里来 知道了 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你刚才说 跟病人的交流不太顺畅 什么原因啊 还有个求情人 几个计价格的事 本来说我德国爱得利 四万多 但是病人有防产 必须加一万三 患者智能双腔 这老太太不愿意多花这钱 黄老师 就她 病人家属 她是谁 你好 我是一会儿给你们做手术的 主导医生 王 王医生呢 王医生 他刚才突然摔了一跤 搞胳膊拧了 上不了手术 所以由我来替他 不过您放心 我跟他做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问题 是这样 那我有什么问题 就找你了 当然 你等我一会儿 你有任何问题啊 都可以找我 只要是跟手术有关的 我 我就是想问问 我老伴装的那个起泊器 它怎么就那么贵呢 老人家您别着急啊 我呀 是最明白您的意思 您呢 就是想找一款好的起泊器 给您老伴做手术 但是现在给您提供的好的呢 您又觉得价格高 有点难以承受对吗 对对对 对是这样的呀 我这老伴一生病开销可大了 就这四万多块钱 我也是找邻居东拼西凑 那你们子女呢 养的是白眼狼 给他们养的成家立约了 嫌我们老了 没有用了 这老头的一生病 你都不理我们了 医生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老伴的病要是看不好 我一个人活着 没意思 老人家 您也别激动啊 别着急 今年新上市的一款新的国产起泊器 叫安心 这个起泊器啊 它比一般的国产品牌都好 但是在价钱上 它比进口的要低得多 所以说它是性价比特别高 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吗 而且啊 这个安心是在使用寿命 还有功能上 也都不输进口的品牌 可以使用十年到十二年 而且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是体积特别小 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医疗界 体积最小的起泊器 那么好 那得多少钱啊 三万多 如果你要是选这款起泊器呢 那医疗费用就不用再添了 那个 黄老师 咱们安心的起泊器 已经没有了 不对啊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 我感觉笑了 你 你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办法 你 您等我一会儿啊 老人家 大包 包 你这脸怎么了 没事 刚才撞到那个衣柜上 听说你高升了 行呢你 行了 烦心事多着 我问你啊 你们公司那个安心起泊器啊 我们库里已经没有了 能不能尽快给我们送一瓶回来 这个 怎么 觉得为难 我知道 这款起泊器现在卖得特别火 你想啊 它的功能质量都超过了进口的品牌 价格呢又比进口的要便宜 都卖爆了 我们公司现在都没货了 到底怎么了 有个病人 有个病人家里困难 麻不说太够钱 我想呢 让他用你们的安心 急吗 急啊 一会儿去手术 这么着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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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想办法吧 算了 今天运气不错 我车上还带着去吧 黄医生 怎么样了 人家 你别着急 那个安心起泊器啊 现在有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去病房 跟我老伴商量一下 我走了 黄医生 谢谢 谢谢 慢点 慢点 黄医生 王老师可没同意 让你们换安心的品牌啊 当时肯定是没有吧 那现在有了干吗不换呢 你没见着老人家的钱 都是借的 你呢 现在就回去 把黄花到我们库里走程序 我待会儿就得手术 好 中午没时间吃个饭了 吃什么饭 一堆事 回家说过 差点忘了 这次来啊 是给你还钱的 不用着急 你先拿着花 俩孩子呢 没事 这几个月消息不错 够花了 再说了 早借早还 再借不难 你说这事 咱们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我哪知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用现金啊 转账不行吗 这哥们儿是谁啊 黄老师同学 专门负责医疗器写的 公司发的就是现金 拿着 谢谢哥们 那行 那我先收下口 有什么需要你试试再说 你点点 两万呢 点什么点啊 陆同学 那我走了 赶紧忙去吧 我送你啊 别送了 咱俩手 今天你帮我我大忙 我得送你到电梯口 你觉得呢 我觉得吧 这个视频也证明不了什么吧 那这个女警察干吗不说呢 可能真的 在问你老公保密呢 有什么可保密的 保密什么呢 你要是心里过不去 为什么不打电话 去派出所问问 他们肯定有记录 其实我打了 但那天也没问出什么来 我就在想 你说他要是真的出轨了 或者有什么情人 那我跟他分开 我就有心理依据了嘛 我说你啊 就是想太多了 你应该相信你老公 黄自立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在人品上 我是完全相信他的 你说他白天要上班 做手术 晚上还要回去照顾我爸 其实挺辛苦的 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这事早晚会过去 管他们外面议论什么呢 他们不会说太久的 我觉得现在 真正过不去的不是别人 是我自己 你别钻牛角精了 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怎么不是我的错呢 我觉得就是我的错 我觉得我当初 对这段婚姻的考虑 是欠缺的 我不应该屈服 于我爸的压力 然后就跟他结婚 我说你过去的事 就别想了 你现在呢 就应该向前看 我看了 但是我看不到希望 怎么会看不到希望 你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才正开始 我跟他提离婚了 为什么 你可别冲动 我一开始是挺冲动的 因为我把孩子 生到我们医院 我觉得让他挺难堪的 我就赌气提了离婚 但是这些天 他的种种反应 做法 让我觉得 他对我的爱是有保留的 我就在想 你说如果他这么在意 别人的眼光 我何必要跟他继续走下去呢 你的感觉我懂 可是没有婚姻是完美的 别人可以 我做不到 我要的是纯粹的爱情 那我问你 你真的爱黄自立吗 你真的爱黄自立吗 你都回答不出来 你这么要求他 是不是也不太公平 但是我从来没有骗过他 我对他很坦诚 我说你啊 你现在就是 产后抑郁症的表现 你就是觉得被忽略了 没有人爱了 很快就是好的 我没有 亲爱的 我真的没有抑郁 行 就算你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但现在离婚 真的不是好时候 孩子都还没有满月呢 你爸还病着 再说了 就算未来你真的离婚了 一个人带着孩子 想要找到他这么好的 很难了 我不找了 我不找了 我以后就带着我爸 还有孩子一起过 你别天真了 行不行 你还这么年轻 未来日子长着呢 我看你不过来 你能是想要这样的 就是吧 我看你 你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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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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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好起来吧 我们的孩子 都需要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你 接二连三地出状况 你知道吗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科医的轰动人物了 你可真有本事 这个汪俊仪 也太过分了点了 只说你说我该不该打他 你行了 就算你有一千条理由打他 你也不应该失去理智 现在是法治社会 亏你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喂 有这么严重 好 我知道了 这样吧 你们先联系骨科 安排他住院观察 好 就这样 这儿 孟子李 你知道你把人打成什么样了吗 有胳膊错位 轻微脑震荡 外加身体 多处软组织损伤 你可真行啊 谁知道他这么不尽道啊 你说什么呢你 你还有理了 站在个人感情的角度 我能理解你 他王俊仪挨揍也是活该的 但是情不等于理 更不等于法 作为客室的主人 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 你的行为是错误的 你想过没有 这样会对你的个人和医院 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喂 是李院长 其实 其实 黄自立的事也没那么严重 是 我有责任 起码我没有写点好 科室与人员之间的关系 我的责任重大 好 李院长放心 我会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件事情 好的 警察 就听起码 Tales رPass 你真是屁肃的 proxim 任何处罚 任何处罚 你知道处罚的后果是什么 至少你刚胜任的住院总 肯定没戏吧 洪自立身为住院总医师 带头扰乱科室秩序 经院领导决定 暂时撤销住院总医师职务 以观后效 并扣发本季度奖金 赔偿王俊逸个人医药费 并向王俊逸道歉 另外王俊逸 在院内公开网络传播不实信息 给黄自立造成了不良影响 给予警告一次 黄自立 方言 回来了 您找我有事 对 我正在找你们俩呢 苏妍 你给过来 怎么了 廖总 你们最近常去看望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 您是说是刘奶奶 对啊 就是她 刚才她儿子打电话来投诉你们 说你们挑拨她母子关系 怂恿老太太助疗养院 怎么可能呢 对啊 怎么可能 我们俩就是去她屋子打扫下卫生 那她电话里说你们让老太太 把房子卖了 去住疗养院去 我就给她一建议 对 方言说老太太自己 一个人住太危险了 要是没人管的话 还不如住疗养院去 对对对 要走我就这么说的 你们生活上帮助 帮助老太太是很好 家里的事就别掺和了 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 你们代表的是派出所 不是你们自己 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先出去了 再见 廖索 不是 什么情况啊 我们俩这儿刚一走 刘奶奶就跟她儿子告状 会必也是老奶奶告状 可能是没说清楚 她儿子误会咱们的 这赵以诚太不像话了 真的 我非要找时间 跟她说到说到不可 算了 要索都说了 咱们是个儿子吧 真算了 真算了 回去吧 我先进去了 你回去吧 她别当我王俊夷好欺负 如果她黄自立不在全院大会上 正式向我道歉 我跟她没完 我告她 我起诉她 谁都没有请我 我问你 王医生 病人手术之后 她说她起搏器的位置 发生了很强的痛感 而且心理导管插入的位置 也有出血的现象 从昨天晚上开始 病人抑止疼 根本无法入眠 昨天吧 那昨晚上为什么你告诉我 昨天不是我值班 昨天值班她是小胡 而且小胡还跟病人家属说了 这些是术后的正常反应 做了止痛的处理 用折腾药也没用 没有啊 怎么回事啊 体温和心理是多少 收缩压是一百亿毫米公主 收张压是七十二毫米公主 体温三十七度二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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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是 疼得厉害 王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手术有什么问题啊 您放心 昨天手术非常成功 完全没有一点问题 但那今天这个症状呢 我在想会不会是其他的病发症 但是要做下一步的诊断 您先忍一忍啊 我们会尽快想办法 给您改善您现在的不适症状 那抓紧啊 我稍微疼着 是不想睡不着 我知道了 嗯 对了呢 王老师 有件事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还是得跟您说一声 昨天 黄老师把您病人的起泊器给换了 换了 对 换成耐安心了 不是 病人是我的 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呀 但是他非要换 他让我跟您说啊 就是说是他非要换的 你说这态度多强硬啊 对了 对了 王老师 就是昨天 我正好路过的时候 看见黄自立在跟您打架 我觉得肯定是他找您事 我就录了个视频 不知道您要不要留个证据啊 给我看一下 太好了 我正好要起诉他 这个正好可以作为证据 太好了 看给我 好 李院长 胸部再用烧带压上 好的 继续把抗生素加强 注意严重 必须得给他再做一次全面检查 片子呢 我觉得这个病人的情况很奇怪 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 罗丁的手术完全没有一点问题 拿到病历找我看看 找我看看 病历 病历 报告单 就这些啊 就这些了 病历也太不全面了 尤其你看是新电图 新率每分钟我这二次 达到手术标准的 你再给王军医打个电话 让他仔细问接手去 好 我现在就打 李院长专门来看您了 谢谢院长 百忙之中来看我 他挂了 在等 不瞒您说 您没来之前我还浑身疼呢 您一来您看 啥事没有了 我有那么大的魔力啊 啊 您放心 我一定尽快让自己好起来 投入工作 科室里这么忙 我可不想偷后腿呀 既然伤了吧 咱们先好好治病 等伤好了才能更好的工作 对吧 您说得对 是不是伤得太重 不方便接呀 他那点声算个屁啊 手机保持二十七小时畅通 这是规矩 我来的 我今天来一呢是关心一下你 二来是想跟你说件事 您说 听说你要起诉黄自立 这个 没事 您有重要电话先接 没事 骚扰电话 您接着说 黄老师 黄老师也许真的有事呢 要不咱们等会儿再谈吧 行 我就在这儿等他 我是想啊 这事呢 能不能就算了 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嘛 是吧 你说这件事情要传出去 说咱们医院内部的职工不团结 这多不好啊 院长 这件事我是真冤枉 视频是我录得没错 可是你黄自立没做过 你深正不怕影子歪啊 你来跟我说呀 跟我解释啊 或者你让那个女的 过来向我成亲啊 都行 你打人算什么 我和你说院长 要不是那天在医院 我绝对不可能放过他 别激动 别激动 不是 院长 我跟黄自立那是大学同学 又是同事 这么多年 我是怎么对待他的 他是怎么对待我的 您是很清楚的呀 您不信 您问张剑 对对对 行了 院长 既然今天你跟于主任 都过来了 都说了话了 我绝对不会把个人的恩怨 凌驾于集体的利益之上 我一定以大局为重 不起诉他了 这思想转变够快的啊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而且啊 我明天就去上班 投入工作 那你这胳膊还没好呢 你 你 胳膊没事 大不了不做手术呗 做个门诊 执个包 哪怕给同事订个外卖 也行啊 听听 听听 年轻人有这股劲 何愁工作干不好啊 那行了 你好好休息 我们先走 行 院长 慢走 于主任 谢谢啊 慢走 于主任 你发现了吗 发现什么 这个王俊逸还真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 你说他被黄自立打成这样 还能保持分寸 这人简单吗 就凭他的度量和态度 就比黄自立更胜一筹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对于这张照片 行了 你就别再谈护黄自立了 咱且不说他作风上 有没有问题 就凭他给医院造成的 这种恶劣的影响 他就很不光彩嘛 他跟王俊逸 那是他们个人的恩怨 可是 站在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需要的是 共同的顾全大局 动不动就靠打打杀杀 来解决问题 那只能证明他幼稚 不成熟 你还让他做住院总 你看看 迟到 打架 这都什么路子 不过 以后咱们在人才选拔的问题上 一定要慎重加慎重 喂 喂 王老师啊 找我什么事啊 是黄老师让我找您的 他 他找我什么事啊 他想问一下 九床病人手术的事情 九床 怎么了 病人出现了胸痛和出血的现象 出血 是黄自立的手术出了问题吗 手术过程很完整 但是 黄老师可能觉得 病人的资料不够齐全 所以说想做进一步的 检查和会诊 这个病人是我的 他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 你是告诉黄自立 我马上去病房 就成了病人 跟他没关系 黄俊 喂 他说什么 他说他马上回来了 还说 这个病人您就不要管了 黄老师 您到底在担心什么呀 根据目前的病例 我认为手术条件 不够完全充分 而且病人排疫现象严重 我觉得必须会诊 尽快做出判断 弄不好得重新开胸 这么严重 这也是我的判断 这也是我的判断 越快做出决断越好 如果王军义回来 有一点你必须跟他 好好强调 如果是错误诊断 现在改还来得及 你们头儿说一声 我今天就出院 不用留关了 这就做啊 那给您开的药还没拿呢 回头送我办公室吧 谢谢啊 好 那你接我电话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打断了我电话 我这不是正想去值班 是找你吗 你疼不疼啊 没事的 你胳膊怎么样了 你怎么来了 你说呢 要不你晚上去我那儿啊 我给你煲汤 别这样 这段时间比较晚 等过几天吧 我去找你 你都好久没来找我 好了 别生气了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不会真的只是 为了给我煲汤吧 我是想说 那个九号创病人的事 这样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去找你 没事 你先去吧啊 去吧 去吧 也会儿去找你 喂 钟晴啊 找我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跟自立打架了 你都知道了 怎么样你 伤得重不重 总之我现在在骨科病房 你说重不重 自立这事是有点太过分了 怎么能动手呢 不过你放心 我堂堂一个君子 不会跟他一般见似的 在这件事情上 你确实是 要比他理智一些 理智 理智就变成浑身重伤 钟晴我都跟你说了 黄自立这个人 特别的偏激 这回你相信了吧 先不说这个 我跟他毕竟是一家人 这事我先带他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你跟我道什么歉 这事跟你有没关系 而且在我的心目中 你跟他可不一样了 君一 我想问你个事啊 你说 你是不是打算 把他告诉法庭啊 那我可不可以请求你 不要这么做 我真没想到 你还真来替他求情啊 钟晴我这么跟你说吧 其他的条件我都能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情真的不行 君一 你跟自立都是这么多年的同学 同事 我真没觉得你说 因为这点事 一定要闹到法庭上 这样多不好啊 有什么事情咱们 不能私底下解决吗 你也知道我跟他是同学 又是同事啊 他有没有把我当成同学和同事呢 我知道你现在怨气很大 但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呢 我记得你不是一直都想参加我 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项目吗 你要是答应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让你加入 钟晴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我对你好是不需要条件的 你不需要拿东西来跟我交换 你这么说就太身份了 行 行 我跟你说实话吧 刚才我已经答应李院长不起诉他了 但是我都是看你的面子 你知道吗 是 是 是 谢谢啊 谢谢你 不用跟我客气 你也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好 再见 再见 慢点 别摔着了啊 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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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自立 你是不是跟王军医打架了 是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我能有什么事啊 你怎么那么不冷静呢 打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你现在住院总被撤了 又受了行政处罚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呀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知道吗 你打得王军医都住院了 他现在正在提诉你的 你要真的被拘了 你履历上得留多大的污点呀 你不知道 他不光用照片四处造我的谣 就你生孩子那天 他还诚心当着可里所有人的面 跟我要红鸡蛋 你说他不是诚心恶心吗 你觉得很恶心是吗 我不是这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他王军医很恶心 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了 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了 我打这个电话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我刚才已经跟王军医打过电话了 我跟他沟通了 他决定现在不告诉你 不能上法庭 行 我觉得呢 这事既然别人都退步了 咱们能不能给他服个软 然后就算过去了这事 还行吗 行了 你别一口一个王军医的 如果你打这个电话来 是让我给王军医道歉的话 那还是算了 跟这种小人道歉 你也不如让我去死 还有 他王军医对我爱起诉不起诉 我用不着你去替我向他服软 你现在这个时候 能不能冷静点啊 我怎么冷静啊 王军医跟你发的那些微信 我都知道了 他说我是疯狂男 你不但没有骂他 还跟他讨论 你俩的关系个程度一半 我告诉你 我上次揍他的揍亲了 王军医对我怎么样 那是他的事情 我跟他是清清白白的 我相信你 对他是清清白白的 可你用同样的信任 对待过我吗 王军 现在让我难受的 不是王军医 他只是个外人 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 他完全伤害不到我 也影响得到我 可是你也不懂 不管这段婚姻 你对我有多少情分 没有情分 但毕竟在一个屋檐底下 生活那么久 就算没有爱情 也多少有点基本的了解吧 当有人恶意遭遥冲伤我的时候 你首先选择的不是信任我 而是去信任污蔑我的人 傻乎乎地逼别人当枪使 自立 我没有 好了 好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 就算你现在对我是真的关系 但是对不起 我现在没法接受你的好意 行了 我有事了 你照顾我自己 先这样吧 走 自立 你干吗去 回家 一会儿吃个饭去吧 走吧 我请你 我给你修个事 走 走 赵雨晨 你是 给打电话的警察 我叫方言 方警官 您好 您好 王军一回办公室了 说一下上班 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怎么跟你没关系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齐齐吗 今天白天啊 我跟余主任陪着李院长 上病房看他 这个领导的意思呢 就说你自己医院的事 尽量别闹到法院上去 王俊逸多从美吧 本来嚷嚷就要告你的 听领导这么一说 当时就表态说服从 这个李院长 一看王俊逸的思想功夫 这么好做 我当时就夸他什么 十大体股大局 还说什么说 说他在思想上比你成熟 你说这王俊逸说他胖 他还喘着了 当时恨不得 从这个病床上蹦起来 就回到办公室上班去 不是我说你啊 你跟王俊逸这仗干的是 真不值 你本来是有理 现在辩子你没理了 王俊逸可得好 因为这事啊 他还因祸得福了 王俊逸啊 这一回办公室可就热闹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 待不住出来了吗 他一回去就跟那几个 挨八卦的人 嚷嚷你的事 这个说你肯定不会 跟钟晴离婚 那个说你肯定不会 从人家的小洋楼搬出来 这帮人真够无聊的 后来还打上赌了 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跟你说 王俊逸就是个脚屎棍子 他就是想把事情闹得 越大越好 他现在呢 就想再上船下聊一回 在院里再掀起一轮风波 把我们摸得越黑越好 他这么干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他不会还惦记着钟晴吧 以前差不多 现在钟晴的状况 我想他肯定也不会接受 那他这是干吗呢 他就要把视角魂 人报复我 报复钟晴 他这么一闹吧 现在咱们院肯定有很多人 想看你的了 就看你到底会卖哪一步 不是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王俊逸猜对了 我打算理 没事吧你 这么大个事 你说理就理呀 换成是你 你怎么办 你看 你也没办法呢 那你也不能不管他 前两天我们去老太太家里面 煤气都没管 这要是把房子烧了 或者是煤气中毒 怎么办 您说得都对 好在你应该赶请个小时工 隔三差五地去打扫下卫生 收拾收拾房间 我找了 他不用 别人敢跑了 那就只能你自己 进场回去吗 我不去还好 我只要一去 准吵架 那你最起码 把煤气换成电磁炉 不比煤气安全多了 这个好 我明天就办 行 那我也不打扰你了 方警官 那个 之前投诉你那事 完全是个误会 再见 那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孩子是钟庆和的前夫生的 这个我跟您分分类啊 那语大不中流啊 那语大不中流啊 当初说好了 去美国留学学程以后回国效力 没成想 中途变卦了 行了 挺好的 钟庆以前接过婚哪 接过婚 后来离了 当时你跟他是怎么好上的呀 咱们院传的版本很多 最多的就是王俊逸那版 就说你套路深 王俊逸就是个小人 钟庆回国以后状况不好 天天在家不出门 钟老爷子呢 身体一向不是很好 你知道我是他的研究生 经常去他家上课 顺带做些家务 他家上试试 回来一块儿吃吧 好 那你这是进水楼台呗 钟老呢替女儿的将来担忧 他见到钟庆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心情还好一点 他就鼓励我去追求钟庆 那当时钟庆对你什么态度 他还没从前面一段感情里出来呢 我也不想逼他 那钟老就更着急了 那钟老就更着急了 勤急之下脑医学进了医院 咱们放上了 爸 爸 钟老 钟老 爸 你这是干吗呢 我怎么ata 我也叫你我了 我他最近的变化了 這杯子 哈哈 我这是怎么了 我把那个醺红凌 early stayed我啊 itations 那事情就걱 就是在当天 病房外面 钟晴告诉我 他同意跟我结婚 老师 我给你的 其实 你别担心老师 他这次老医学 挺轻微的 抢决很及时 应该没事的 你要是喜欢我 我们俩结婚吧 好啊 你刚刚看什么了 那他是为了老爷子 才嫁给你的 那也不是 你想想上大学的时候 王军他们一帮 天天围着钟晴转 钟晴也不怎么大理 我呢 虽然跟钟晴 不怎么说话 但我的毕业论文 他看过 那可以证明一点 他那个时候就关注我 那会儿吧 咱们学校追你的 女孩子挺多的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就应该对你有意思 也许吧 那孩子的事之前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当时钟晴也不知道 刚巧就是结婚那一天 他才发现的 你都知道 我给你帮你帮忙 你帮你帮忙 我可能怀孕了 说实话 这一点让我动摇过 我可以接受过 他有过爱人 有过婚姻 这都不是问题 可他一定要把这个孩子 生下来 关键这个孩子 他是个混血 那你最后还不是接受了 接受了 因为我爱他 只要可以跟他在一起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佩服 没毛病 真的 试隔一下吧 来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想张忧 想私俩就把孩子给生下来 找个私立医院 联系好了 住院手续都办好了 可是中心非得要去做那个手术 意外咱谁都没办法 这就是天意 关键是你俩别受外界的影响 我在想 可能我高估我自己了 我是说 我高估了我对中心的感情 我和我360度 你М许 你玩的 你玩的 并晓妮 你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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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玩的 你玩的 来 黄医生 杨主任 重头挺好的 今天状态好多了 明天就可以转出去了 就是 还没清醒 好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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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俊逸这一回办公室可就热闹了 他一回去就跟那几个 爱八卦的人认了你的事 而这个说你肯定不会跟钟情离婚 而那个说你肯定不会 从人家的小洋楼搬出来 王子立 你知道我们俩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的脑子里面每天想的就是 家庭啊 未来跟你以后会怎么样 你呢 你就想一件事 就是你的面子 你为什么娶我 因为我爸 我爸多厉害啊 我们科医的院长 全国知名的教授 你跟我在一起 你马上提高了 对不对 你们全家都为你骄傲 是不是这么讲的你说实话 你就这么看我 我不是这么看你 我是今天才明白你就是这种人 你就是凤凰男 大不一样的 我真的就用弓丹子 谁懂你 你过来别人吗 我真的凰学他 他干吗 他可能不听你 我都想责个人 我都想责了你 我真的有趣的 我真的想责了你 我真的想责了你 那我ính责了你 导我 我真的想责了你 我真的懂你 谢谢你 希望 你太奇葩了吧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就有这样的人 老太太房子里的那些破烂 谁都不能动 谁动给谁急 那就趁他妈不在家的时候 把骨子收拾了不就完了吗 那就真要老太太命了 他儿子这么干过一回 悄悄把垃圾送出去了 结果老太太自己 跑垃圾场里面自己去翻去了 他儿子都疯了 自己搬出去住了 谁都得疯啊 那问题是他那些破烂 是什么东西啊 来了 来来来来来 别急别急 吹吹啊 有点烫 什么好喝的 你爸都做半天了 他家里能放什么呀 没有那些破烂吗 全都在家里面 怎么样 好吃吗 怎么样 太甜了吧 你这儿放了多少糖呀 对对对 你看你爸不是太甜就太咸 你尝不尝 我不要 我不吃它的 我不吃它的 你自己尝尝 好好好 你先喝点水 喝点水 你看马屁没啪成 结果好容易弄一次什么 怎么会甜呢 不吃一遍 甜不甜 甜不甜 糖尿病毒 臭死我了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个 魏超随性在干吗呢 要不然请他回来吃个饭呢 他哪有时间呀 人家忙着呢 忙什么呀 准备读博士号了 真的 那厉害了 这么有出息啊 你是不是后悔了 当初就应该跟他 上一个大学 这会儿你们俩就一起出去了 多好啊 跟他上一个大学 他多了去了 谁都能读博士号呀 那他去多长时间呀 差不多两年吧 这么长时间呀 那你怎么办呀 什么我怎么办呀 我上我的班那儿 我的意思是说 两年时间不短了 这这个分开那么长时间 不太合适吧 要不你陪他去吧 凭什么我陪他一块去啊 我有我的理想 他有他的志向 我们俩两不干涉 万一他要找个杨媳妇回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说你怎么办吧 那我恭喜他 你静胡扯你 静胡扯你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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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瞎叨叨了 年轻人的事呢 他们自己处理 对吧 现在这年轻人呢 重要的是 学习 事业 谈婚论嫁以后再说 你这个观点 就已经落伍了 现在都是 先把这个坑占上 等到妍妍要结婚的时候 她放眼望去 她周围的好男人 肯定都已经被人抢没了 肯定没了 这倒是吗 那我找个二婚的 胡说 行不行吧 当然不行了 这话不能胡说的 我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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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玩笑的是 我不ones 我开玩笑的 好 和一个人 起来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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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九川的病人不好了 王医生现在正带人去抢救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情况我不清楚 老兔子 老兔子 你坚持住 王医生你坚持 我昨天交代你 让王俊逸给九川的人会诊 你告诉他呗 我说了 他一会这办事我就说了 他按我说的做了吗 我不知道啊 叔叔 我在看九川病人的治疗记录 没有任何变化呀 这个王俊逸 一定把我的话当耳边功能 王医生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这手术是你做的 你得负责到底呀 行了 我接就过来 王医生 怎么样了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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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饭的 老太太 你听我说 我们也不想知道 医院方面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你不是说 我是个小丑车吗 小丑车都咬了人的心啊 您解爱吧 我老板 你多老板 老太太 您听我说 请解爱 请解爱 真的 好意思 我真是呀 老太太 您听我说 主刀的是黄大夫 他比较了解情况 您还是去问他吧 王医生 快点 一切 快一点 你不是说的 小丑很清平 你看 这 放下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不是我逃避子儿的 那台手术 整个过程没有一点问题 咱们还有手术记录呢 听上去手术也没什么问题 可现在的问题是 病人就死在了咱们医院 你说这么个小手术 闹成这样 你让我把这事拿出来 怎么自圆其说呀 你们去看看 现在病人的儿女 都找上门来了 儿女 之前怎么不出现 没见过呀 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啊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来了 王军逸 这个病人可是你的 你就没有责任吗 于主任 病人是我的没错 但是整个治疗过程 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的 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您可以去查我的病历记录 和治疗步骤 那病人死亡时 右锁骨下静脉入口处 和右侧胸腔都有大面积积血 是怎么回事 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患者术后 心脏传导系统引起了病变 或者是患者的心肺疾病 导致了并发症 当然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地确认 并发症 没错 好了 好了 好 现在不是讨论具体细节的时候 好 王军夷 你马上写一个详细的情况汇报 越快越好 明白 关于事故责任认定 由专人的调查小组来进行处理 你们三个谁说了也不算 一切都要等调查小组 进行责任评估后再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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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芳啊 阿姨 你们来这正好 怎么了 快过去看看吧 卫星啊 和她儿子又干起来了 又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你说这孩子怎么办呢 你看 你快去看看这些什么事了 爱要不要 以后啊 我买我的 林表远程就都摔了 这 这破纳瓶 留着她干吗 张婶 放下 这 这是坏的 坏了你不能砸了 万一伤到奶奶怎么办 这暖瓶 岁数比我都大 早坏了非留着不扔 让我去配胆 你说这不是难为人吗 这什么年代上哪儿配胆呢 大爷做法也太极端了 注意你的态度 和奶奶好好说话 我 我好好说有用吗 你甭劝的 你让它砸 这是你爸用过的暖瓶 还有那锅碗瓢本 你都砸了 我也不活了 那些锅 那些碗 你看看那都是坏的 那锅补了多少次了 全是破烂 你说是破烂 又没让你用 是我自己用 就是因为您自己用啊 这锅漏的 那火灭了多少次 你说 您要没吸中毒怎么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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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奶奶 你别着急 别生气啊 会喜欢您身子的 都是你 出的糟主意 换什么电磁炉 妈 你怨人家方警官干吗 人家不是好心吗 那我谢谢 谢谢了 我求你们以后别管我的事了 这屋里的这东西 还有外边那些垃圾 别给我扔了 我还有用呢 你 你就嫌这家里的脏乱 你不回了主 是吧 没关系 你走啊 想装修 没门 这个家 还是你爸走时候的样子呢 再过几年 我去找他了 到那时候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没人管你 你干吗 没到下班时间呢 你那事到底怎么样了 让我跟王军逸这两天回避 以免跟别人家属分离冲突 把事情闹得更大 我说你可真够倒霉的 也好啊 刚好有时间照顾一下中院长 不 你那台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手术完全没有问题 那上面怎么说的 能怎么说 等专家小组意见呗 上面不说的 真是平白为过非来横祸 非来横祸 你要是不打王军逸 能有这些事发生吗 冲动是魔鬼 那我告诉你 我还真没后悔揍他 今天中院长传秘方 我得赶紧过去 今天中院长传秘方 我得赶紧过去 智人 是呀 你也怎么来了 爸 我不来谁来呀 钟晴在美国 都能来看吗 谢谢你 爸 您说什么呢 我不是在这儿吗 对呀 钟晴不在这儿吗 司磊 你刚才叫我什么呀 爸呀 你说呀 你是我学术呀 你不是在那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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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你是不是很有意义 这儿啊 你不是在这儿吗 他把他们说得很有意义 是啊 你是我们的 这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是水 周大夫 我爸好像失忆了 脑损症 这种状况也像是正常的 你也别太难过 他失忆的程度重吗 还有恢复的可能吗 不好说 还是积极做康复训练吧 也许有好转 我没事 来 你先来 去吧 是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工作挺忙的 你还在坐月子呢 弄到我累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知道 但是我想跟我爸爸弄大一会儿 行 那我先回去 你有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好 最近呢 你可以在这儿睡一会儿 我知道 最近呢 对了 我从家里搬出来了 住到宿舍了 宿舍离这儿很近 照顾爸也方便 你随时打给我 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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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喝一个 我不会喝酒 你不会喝酒 之前不也喝过吗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 不就请你吃个饭喝个酒吗 能有什么意思 行了 我是老同学 咱们呢 认识那么多年 又是同学 又是同事 那么多年过来 当然 矛盾是有的 但是情感也是人 对不对 今天 请你喝个酒 就是来向你赔罪 一笑闽恩仇 让他翻篇 行不行 我先自发三杯 这就对了嘛 老同学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高兴的事 就让他过去 咱们两个现在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以后在医院呢 我还需要你多多地帮衬 好 黄军月 你要说过不去 那也是你跟我过不去 我哪儿有跟你过不去啊 我真没有 行 唯一过不去的 就是我心中的那个梗 你也是知道的 咱俩读书那会儿 谁比谁差呀 咱们比不上钟晴 人是女神级别的 但是咱俩 谁高谁低呀 可是钟老 为什么就偏偏看上了你 为什么偏偏要把钟晴 嫁给你呢 你说这是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比你强 你比我强 是是是 你是比我强 可是黄自立你知不知道 你比我强在哪儿呢 我来告诉你 你呀 比我更会来事 比我更会装 装可怜 装孙子 装老实 是不是 你这一点真的比我强 我真的是佩服你 我干了 但是话说回来黄自立 有一点 我肯定比你强 你说来听听 你让我说的啊 我可就真说了 你根本不配和钟晴在一起 你打我没事 你再揍我一顿 我还是这么说 比起爱钟晴 你更爱你自己 更爱你自己的脸 当然了 钟晴生了这么个孩子 我确实也没有想到 我也不好受 那又怎样 我大大方方的 请大家伙吃饭 喝酒 请大家吃红鸡蛋 没关系 无所谓 服不服 来 走一个 黄女 你要是这么爱钟情 你还可以追求他呀 行了 行了 别得了便宜还买怪 人看不上我 人喜欢的是你 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要是我能追到手 大学毕业那会儿 轮不到你 你先吃点菜 对了 大学毕业那台实习手术 我做的有问题吗 请问 你那次很伤我的面子啊 你为什么要把钟老找过来 你做的手术有没有问题 要问我呀 我找钟老过来 是告诉你哪些地方 你还可以更好 钟老已经指出来了 如果你可以再准确一点 如果可以再细致一点 那病人恢复 和病人的手术的状况 会更好一点 明白吗 这个我自己也明白 行行行行行 我不跟你掰扯这个 那要说强不强 我毕业论文的分数 是不是比你高两分啊 对 你九十五 我九三 不过呢 有一点你还是比我强 你的球打得是真不错 要不是咱俩配合啊 那个高校联赛 咱们拿不到第三名 环境你打得好 你客气了 说实话呢 咱们队里那些人 什么张剑我根本就看不上 你我是佩服的 那是真打得好 来 敬你一杯 不如你 别谦虚了 但是张剑不管是求风 做人做事 是最破神的吧 是啊 这些年来 我们都有变化 但是张剑 依然还是那么仔仔细细 认认真真 你结婚所有的事 都是他张罗大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 真是秘密 就在你俩闹洞房那会儿 他一人躲洗手间 哭了整整半小时 真的 太逗了 哭的不是你啊 我 对 对 我也有哭 但我那是高兴地哭 人是走心的 人是伤心的哭啊 人是同学情 反正我们都说 那天他比你 更像新郎 你说你照片吧 你说你照片 你说你照片 忠心也说过 是吗 太逗了 来来来 敬我们的过去 敬魏 来 我说你能不能高兴点 别老是丧热点行吗 好 好 喂 于准 自立啊 你马上到医院来一趟 直接到我的办公室 好 好 于准 着急吗 等你来了再说吧 好 好 进 李院长 于准 坐 我们就不拐弯抹角了 院里收到一封举报信 是关于你的 举报我的 举报信上说 患者的死因 是因为你和与你这个 作为医药代表的同学 范志鹏相互勾结 造成了一起人为的医疗事故 范志鹏给你各种的贿赂 想利用你的职务之便 帮他销售他们公司的医疗器械 这 这都是没有的事啊 自立 坐下说 坐 李院长 这范志鹏是我的同学 也是经常来找我 而且他在院里边的同学 又不止我一个 你要说我收了他的贿赂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哪 就在酒肠患者手术的当天 有人看见范志鹏 拿两万元的贿赂给你 专门让你帮他销售他带来的起搏期 有这事吗 这个 你收了贿赂以后 主动地去劝售患者家属 将进口的爱德利起搏器 改成了范志鹏他们公司的 安心牌起搏器 而患者正是启用了这个 存在着严重质量问题的起搏器 才造成了严重出血 导致于死亡 李院长 当时是病人家属找的我跟我说 他们实在是拿不出这爱德利 双腔多出的严严散 我才给他们推荐了质量一样 而价格相对较低地安心 那你说范志鹏这次拿来的 这个起搏器有质量问题 那咱们医院平时也没少用 安心的起搏器 怎么偏偏这一台就出了问题呢 他这么讲证据是什么呀 你别绕远了 你就说你收没收范志鹏的会了 不可能 范志鹏我发誓 我根本就没有收回过他一毛钱 那有人看见范志鹏拿两万块钱给你 这怎么说呢 那是范志鹏上个月家里有急用 他跟我借的两万块钱 他那次来医院就是来还我钱来了 有证据证明吗 这同学之间借钱 我哪会留什么证据啊 如果真的是贿赂的话 那我们俩怎么可能蠢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干这事呢 当然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会认真调查的 你还是抓紧时间好好想想你的问题 鉴于目前的状况 愿望会一致决定 先让你内部停职 接受调查 那天范志鹏带来的起步器完全没有问题 我真不明白 怎么会有人在这个事情做个文章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个情况对你 对我们医院来说 都很被动 那王俊逸不是说了吗 是病人心脏传导系统引发的病变 和病人自身心肺疾病造成的并发症吗 他可以出面解释 可是王俊逸给医院的情况报告中 只是提到了疑似并发症 并没有确定是因为并发症引起的死亡 也没有排除手术失误的可能 什么 他怎么这么说呀 假如这风举报信 你说该怎么办 主任 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我认为 这起医疗事故的原因 根本不在手术本身 隐患在手术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患者事后第二天出现不良症状 当时小贾带我去了 我当时就发现 患者安装起搏器的手术指证是有欠缺的 我让小贾告诉王俊逸 让他务必尽快给患者进行再次会诊 修正有可能的错误 但九床出事的时候我才知道 他并没有按照我说的做 这么重要的情况 你为什么不早点汇报呢 当时我跟您汇报也晚了 而且王俊逸说九床如果是疏后并发症造成的死亡 就算告上法庭也是站得住脚的 这么做也是不想给医院惹麻烦 什么叫给医院惹麻烦 你是怕给自己惹祸上身吧 俞润说实话 我有这样的死心 虽说我没有过失 但手术毕竟是我做的 而且我跟王俊逸刚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子丽啊 你可真糊涂啊 俞润 事到如今 我们完全可以把当时患者的资料和病例 来进行综合的分析 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 这还用你说吗 我早就去看过 而且所有相关的资料都是完整的 根本看不出来王俊逸有任何物诊 主任 那做尸检 做尸检一定可以查清这患者的真正死亡 问题是人家病人的家属 根本不等于做尸检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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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逸 见王俊逸了吗 没有 没见到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好 您好 见到我女医了吗 王总没看到 小贾呢 小贾去哪儿了 王总 小贾昨天刚请年假了 请年假 这个时候请什么年假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佳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休年假 关于这次医疗事故 你是唯一一个当时在场可以证明一切事情的人 希望你看到我的留言赶紧给我回复 击盼 喂 自立啊 什么情况呢 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你听说了 我听说了 你现在怎么样 在哪儿呢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在哪儿啊 要不咱俩见个面吧 行 那半个小时老地方见吧 行 行 一会儿见 要真是这样 王军仪这小子也太混蛋了吧 我去找你们院长 我还真不信了 就这两万块钱的事怎么就说不清楚 你拉倒了 你去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是行贿者 他们能信你的 那咋吧 我现在就跟你确认一句 那天你送了一个起锅器 到底有没有问题 怎么可能有问题 别说是质量问题了 就是轻微的排异反应 到目前为止 全国还没收到一例反馈 真不是我吹牛啊 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福星 自立 这事赖过我了 我家里有困难 你好勤帮我 又是借钱 又帮我完成业绩 可是我真没想到 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 行了 这事跟你比关系 你还我钱没有任何问题 是我自己走辈子 这不顺的事接连了三年 还有什么不顺的事 不提了 不提了 冲动是魔鬼 要是我不自望军衣 也不会贪上这个漏 师兄 刚才咱们去刘奶奶她家 怎么没见着她呀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明天吧 咱们买去看看她 行 方言 正找你们呢 可算回来了 这么着急怎么了 刘奶奶出大事了 刘奶奶出事了 她被一家骗子公司忽悠 参加了以防养老 这骗子公司把房子 抵押出来的钱 拿到手就跑路了 老太太这才知道 房子被抵押了 还欠了好几百万的贷款 贷款公司天天上门催债 老太太一着急 晕过去了 这社区刚打电话来说 老太太已经进医院了 方言 方言 好 咱喝点粥 等你以后好了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钟晴 张健 你怎么有空玩了 没事 我路过这儿 顺便进来看看 那你先做会儿 我去洗个碗 老爷子还挺好的吧 挺好的 这两条还恢复得不错 那就好 黄自立没在这儿啊 没在啊 他这个店不是 应该在医院上班吗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呢 他可能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啊 钟晴的电话 干嘛不接啊 万一有事呢 那有什么事 他一定知道消息来收入我 自立 能不能让钟晴去找一下李院长 凭着老院长的面子 李院长对你的事 是不是得好好处理 千万别 我现在不想占他们家一点不安心 什么叫他们家 你们两口子还在乎这个 以前不在乎 现在得分清楚 不提这个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那这样 一会儿我去公司 怎么着也得把安心的质量问题 跟你们医院解释清楚 你再找找王俊英 王俊英不接我电话 他能这么干 肯定不会松口的 那也只能去找家属谈了 你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同意解剖 也许这样你还有救 行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现在就去找家属谈谈 走了 喂 喂 喂 有空吗 晚上一起吃个饭 晚上啊 晚上再说吧 我现在要去看医院 你去医院 谁病了 我管票的人是病了 我开车呢啊 我空了打给你 挂了 我 挂了 你坐着说 坐着 我不坐 我就在这儿跟您说 李院长 我向您保证 黄自立绝对不是这种人 他这个人非常积极向上的 也很爱惜自己的名誉 他不可能为了两万块钱 就断送自己的前途啊 我知道黄自立不是这种人 可是问题是有举报信 还有目击证人 有人看见他收钱 也不能代表他是在收受贿赂啊 对吧 钟晴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可是你也得给医院时间调查罢了 是 贿赂的事情 其实我不着急 我相信院里面最终是能调查清楚的 但是医疗责任认定 这医院得抓紧吧 那更不好办 只有验尸才能查清责任问题 可是人家属根本不同意啊 那院里面能不能想办法再去做一下家属的工作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查清楚的话 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行吧 那我让余主任在代表医院去跟他谈一次 那太感谢李院长了 我现在赶紧去找一下王俊逸 钟晴 你刚生完孩子得坐月子 别累坏了身体 我知道 但这事牵扯到黄自立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那谢谢李院长 我先走了 李院长 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正谈着呢 现在是这样 我们提出的赔偿条件 他们现在是接受的 那就好 验尸的事呢 验尸 验尸这事还没来得及谈啊 证据一下吧 我们也需要了解患者的死因 得把它弄清楚了 不能光凭着一个病例和医学报告来判断 我明白 李主任 自立 你怎么来了 我想跟家属再谈一谈 如果能解剖尸体 把问题弄清楚 对大家都有个交代 行啊 我本来正准备去谈呢 既然你来了 你比我更合适 去吧 等等 自立啊 要好好跟他们谈 小真一礼 同志一起 我回 都说了真的不是我写的举报信 不是你是谁你敢发誓吗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 黄自立替我做手术那儿活 我正躺在病床上休息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跟范志鹏的勾当 如果我知道了 我是肯定不会同意他换起搏器的 是 在这件事情上 他是做得有点欠途 毕竟病人是你的嘛 他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 钟情 你算是说在点上了 这个黄自立 自从他当了那个住院总 那就要一个膨胀了 目中无人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别说跟我商量了 这么大的手术 都不跟主任商量一下 自己就做了 一时风光无限啊 现在怎么着 他这叫做自作自受 行啦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黄自立现在很被动 你作为同学 你就没说想想办法 怎么帮帮他 而且这件事情 你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我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是他打我 能有这件事吗 打人呢 是他不对 但是这个手术很常规啊 你我都很清楚 你他的能力 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 除非病人有其他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如果不是病发生引起的死亡 那就有可能是 术前检查不够彻底 说明这个病人 根本没有达到 做手术的条件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那只是你的猜测 是不是我的猜测 我觉得你的心理应该很清楚啊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觉得 我们应该去找一下余主任 把这个病例再补充完整一点 行啊 谢谢啊 你跟我客气什么 您还能不能让人省点心了呀 人家傻都往家里傻 您呢 平日里天天往家搬破烂 是挡都挡不住 这 这骗子一说让你押房子 你就押呀 你 你怎么那么能耐呢 我跟你说 不 这贷款 你一个人贷的 我一身钱也不会帮你还的 滚 我没你这个儿子 我不用你管 大不了我去找你爸去 走 走 我回家不治了 盛盛 你怎么回老人家说话呢 孩子 盛盛盛 我们家务是你管得着吗 不是 怎么样 觉得他身体好点了吗 好 方警官 我妈被骗这事 你得负责任啊 我负什么责任啊 我已经跟你们所里投诉了 请你别再掺和我们家事了 行吗 您请吧 刘奶奶 你注意休息啊 好 太不像话了啊 医院致死人 现在还要解剖 我跟谁干 这也太不像话了 咱们现在就是这样的 就问问他到底还想干吗 谁呀 谁要给他妈解剖啊 就他 你好 我是医院的医生 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能不能给你的父亲做个师姐 师姐 为什么呀 不是 你谁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黄自立 就是你把我爸给致死的 现在怎么着 还要给我爸开堂铺肚 怎么回事 警察怎么着 什么情况啊 您来得正好 您快给我们评评理 我爸来这医院做个消除 没几天就死 您说 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怎么接受啊 您先冷静一点 医院还在调查 还没有定论 之所以我要做尸检 就是想弄清楚病人真正死因 还你们一个公道 这样 你让他出去 好 来 警察同志 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您您好好查查 我们就这么串了 就是就是 好好查查 就是 咱算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冯警官 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必须要跟他们说清楚 说什么清楚啊 人家家主现在情绪非常激动 让他们冷静一下 来不及了 他们要把人送到殡仪馆去了 那你也不能拦着不让送吧 这次医疗事故 我完全是被人蓄意陷害的 我现在只有做尸检 这一条路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要不然的话 我就是有三头六臂 也说不清楚 乖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人没了 谁的责任 对人家家主来说重要吗 还有你 你根本没有权利要求时间 那你说怎么办 自立 别勉强了 他们都走了 自立啊 是这样 刚刚王俊宇来找我 说这台手术重新做了评估 结论是病例和医学报告不完整 需要修改 病人极有可能 是并发症引起的死亡 所以不用再厌食了 你跟我来一趟 梦自立 你冷静点 等一下 什么事儿 方警官 谢谢你 不客气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会嫌妒点找我吃饭 就是因为怠慢了你 所以才来补偿你吧 你笑了 你肯定是有事求我 没有 就是请你吃个饭而已 行 那我就狠狠宰你 说吧 什么事 真是瞒不了你 什么事都躺不过你的眼睛 黄自立让我重新汇整这个事 除了你之外还要谁知道我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事才找我 我就是随便问问 只有我知道 你确定 对 那今天院里的调查组来向你传过黄自立的话了吧 他们 是找过我 但是我没说对你不利的话 就是做事 谢谢你 那我就放心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差 我是不是应该 跟他们实话实说啊 行了 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的 记着有什么用 你也补偿我啊 带你去度假 地儿随便你挑 度假 你答应我的事呢 你得兑现啊 我还答应你什么事呢 你答应在医院 公开我们关系的 你还说要娶我的 我肯定会兑现的 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你想啊 现在咱俩公开关系 那你说的话 调查组能相信吗 不就开始怀疑了吗 等过段时间 等这件事情 慢慢过去了之后 我一定兑现我的承诺 行吗 行 但是你别再骗我了 要不然我真的会说出去的 好了 好了 我不骗你 你 快点菜吧 我都快饿死了 来 笑一个 开心点 今天收到的一份举报信 是关于你的 你 了解 不愿意 你们 如果 コ